同学们,大家好 上一次的原子的电子排布你们做完了吗? 我已经收到部分的同学的作业了,都做得很好 所以剩下还没有做完的同学,请加紧脚步加油咯 那我们接下去呢,就要讲到关系这个电子排布的一些要注意的事项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呢,我们上次叫你们填了 我们都会有发现到,好像比如说nitrogen跟这个phosphorus 你们会发现到有P3的这个情况出现 还有我们的这个neon,还有argon都会有这个P6的出现 一个2P6,一个3P6对吗? so,这个subshelf like PD subshelf composed of 3 and 5 orbitals the configuration with orbiters completely filled or half filled are more favored and stable 那也就是说,他们有这一些排布的元素呢 他们的这个电子排布是稳定的 ok,也就是说他们这一些东西相对来讲是比较难起反应的 因为这个是半万门,等一下我会给你解释 就是half filled orbiters,他们是相对比较stable的 他们就会比较不容易起反应 那这个满完了的就更不容易 那有些同学可能会注意到 比如说2P6满完的那个是neon 然后3P6满完的是argon 它是属于多性气体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不起反应的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它满完了,所以它不需要再获得电子 他们也不可能去丢掉这个线流的这个稳定的状态的排布 ok,所以他们就不会去起反应 ok,so the most stable state的话就是 either全贯满,就是最稳定的 或者是半贯满,ok 这个半贯满是稳定 可是如果你让,因为它毕竟它还没有满完嘛,对不对 但是呢,如果你要它反应的话 你就必须让它有激烈一点的条件,比如说高温啊,高压啊 啊,它才能够去起反应 但是这个的话呢,就非常难的 如果你真的要让这个多性气体起反应的话 你就必须要用很极端的一些条件 ok,电它还是什么,它才能够起反应 那这个的话呢,它还是能够起反应的 只是比那些没有半贯满的比较难 你要给它一些比较激烈的温度或者是我们的压力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空域 啊,空域的话这个我们就可以ignore掉啦 因为没有天的话就是很稳定的嘛 ok,sometimes elements have unexpected electronic configuration 这边我要介绍两个元素啊,它是有一些比较跟平时反常的一个电子排布 ok the electronic configuration of chromium 就是我们的CR24啊 它的排布呢,是3D54SD and not 3D44S2 because the first arrangement is more stable as the 3D subshell is half full of electron 这个呢,就跟我刚刚介绍的那个half field是有关的 ok,比如说这个CR 如果我们要填的话呢 顺着去的话是 2,4,6,8,10 这边就18 然后19,20,对吗 21,22,23,24 这是它原本来讲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因为它这边还差一个就半贯满的,对不对 所以呢,它这个的S Orbiter这边 它会自动移过来这里 ok,它就会变成半贯满 这个4S也是半贯满 所以就稳定的状态 在我们的这个元素走期表里面的排列啊 它也是3D54SE的啊 所以呢,这个才是正确的排布 然后这个是不写了的 所以这个我们在平时的考试也好 作业都好,很喜欢问的 ok,我们不要讲作业,作业我们可以提醒嘛 但是在考试的时候呢,他都很喜欢出这一个类型的 那同学一定会达到这一个 ok,因为他们照着下去填的话 他们就会填回这个 不管我们在课堂上提醒了多少次 有同学还是会这样 那我希望下一次如果有问到这个问题的话 希望同学不会犯错 记得这个CR24是这样的 它其中一个4S的这个电子呢 它会移过来这边形成这一个 记得啊,这个才是对的排布 ok,另外一个呢是COPER29 ok,COPER29就要遵循这个FUFU ok,就是全灌满的 所以它原本是3D94S2 那因为它还有一个就全灌满 所以呢,它的4S的一个电子也会过来3D 变成3D14SA ok,这样子的话 有completely full set of 3D softshell 是more stable的 所以原本我们的排练是这样 ok,这边20,这边10,18,20,29 ok,原本是这样 但是现在我们因为这里剩一个就全灌满 这里呢会调一个过来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我们就不用了 所以以后要你写COPER29的话 请你要写这一个 记得记得啊 ok,Electron Configuration of Iron Iron的话呢就是当那个元素的原子 进行了锡电子或丢电子过后所形成的离子 那它们是用什么样的这个理论去达到它想要的电子排骨 The electrons in the outermost shell are known as valence electrons 就叫外层电子 那个这个呢我是在上次的SPM的那个表示法 这边讲过一次这个字 Valence electron叫外层电子 有时候它会问你 Define the valence electron 那你就要讲的 Electron in the outermost electron shell of an atom That determines the chemical property of the element 这个外层电子的数量呢 它会决定那个 element的化学性质 就是说它是要锡电子还是要丢电子 According to the octet rule or duplet Atoms form ions by gaining or losing electron to attain the electronic configuration of the noble gas 这个noble gas在我们的那20个元素里面 就出现了三种noble gas 一个是Helium 一个是Neon 还有一个是Argoy 那Helium的话呢只有Helium是外层电子满丸的 就是1X2 这个我们叫做2O胎 OK 那我们的这个Neon呢 就是2X22P6 总共是外面是8个对不对 这样它就叫8O胎 然后到我们的Argon Argon的话它就是3X23P6 那同学就觉得 诶我3D还没有填啊 它这个情况就有点特别 因为呢 他们进完了3P后 他们会先去4X对不对 所以那边呢 我们就叫做第一阶段 就是填满了第一阶段 它填完了4X过后 我们才倒回来3D OK 那个已经是第二阶段 所以第一阶段的时候 我们填完了3P过后 那边就是满8力 3X23P6加起来是8个 所以这个Argon 我们也讲它是8O胎 所以8O胎的话 就是说外层电子满8力 Double-ed的话 就是外层电子满2力 我们就是非常稳定的 Double-ed的话 就只有Kelium OK Octect的话呢 就是以下的 那个多性气体的 都是8O胎的 所以我们的原素 其他的原素啊 的原子 它要进行这个反应 当它要 气电子丢电子的时候 它是依照它周边 靠近的那一个 原素 去 就是多性的原素 去模仿的 就比如说 Sodium是11 对吗 Sodium是11 OK Sodium的话呢 在这里是11粒的 然后Neon的话呢 就是10 所以这个是多性气体 Sodium的话在它底下 那Sodium的话呢 就是 这个Sodium是2.8.1 OK 我用SPM讲会比较 呃 容易明白一点 那Neon的话呢 是2.8 那我们的Sodium 如果要起反应的话 它就要 丢电子还是吸电子呢 这个呢 是它外面电子 一粒而已嘛 所以呢 如果 它要变成 这一个Argon的话 这个Argon是2.8.8 如果它要变成8粒的话 它就要把这个电子吸过来 是非常吃粒的 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它就要 遵循它最靠近它的 这个 呃 多性气体的排部 去 呃 放电子 因为它只有一粒 所以它放会比较快 所以它 就会放个电子 变成2.8 OK 这个电子排部呢 我们就说 它 跟这个Neon 是 一样 Optect了的 它就稳定咯 所以它就通常会形成 Na 针 因为它就是丢一个电子的 所以 这一些元素的话 化合价就是这样子来的 那Magnexium也是一样 Magnexium的话 它是2.8.2 2.8.2的话 它是两个电子 外层电子两个 它要去到Argon也是很远 所以 它比较靠近的 还是Neon 所以 它会丢两个 变成2.8 所以为什么 我们的Magnexium OK 是 而真的化合价 因为它就是丢两个电子的 OK Aluminium 2.8.3 2.8.3 还是 Neon 比较靠近 所以它就会丢掉这散力 变成Aluminium Sorry Aluminium散针 OK 这一些都是 属于丢电子的 OK 你会发现到它们都是金属 对不对 然后到我们的Silicon OK Silicon啊 Silicon的话呢 就是 跟碳是一样的 它都是2.4 2.4 这个呢 就是2.8.4 这个是2.8.4 这个在中间 那通常呢 你们应该都很少会听到说 碳是 硅比较难 难听到的 就是以前你们以往会比较少学到 那碳的话呢 我们通常很少听到它说是细电子还是丢电子 其实碳的话它这个是半中间 半中间的话它通常是sharing的 OK 那我们现在看另外会细电子的 比如说这个是 Nitrogen 我们看这个比较好 这个是2.5 OK 2.5 2.5的话如果它要起反应 OK 因为它是P3的 那它要起反应的话它当然是要高的一点的条件啦 但是这个我们先不谈 那如果它要起反应的话 它要跟人家结合的话 那它需要多少的电子呢 就是说现在它5个 如果你要它像Helium这样子的稳定排布 它要丢5个吗 还是它要像Neon这样子 C3个 哪一个会比较快 当然是C3个会比较快 你丢5个的话会比较多 多的这个电子牵涉 这样我就吸3个进来 OK 吸3个进来就会变成2.8 2.8 所以我们的Nitrogen呢 就会变成Nitride Iron 3V OK 3V 那我们的氧也是一样 氧的话是2.6 氧的话是2.6 所以 你要它丢6个吗 它还是吸2个 靠近Neon的 那当然我们是会吸2个 变成2.8 所以我们的氧离子就是O2V OK Florine Florine是2.7 OK 那它当然是差一粒吧了 我们就直接是一粒过来 变2.8 OK 那它就变成这个 氧的离子 Floride Iron OK 所以这一些东西它起反应的时候就是 它会依照它身边的那个 向它身边的那个吸油气体的排骨 去 进行丢电子还是吸电子 OK 这些电子呢 是当它遇到对方的反应的时候 它们自动会发生的 比如说Sodium Sodium它遇到Florine的话 这个Florine呢 它还差一粒 这个Sodium呢就多一粒 OK 它要变成Neon嘛 它就会放一粒出来 那这个电子的话就会给Florine OK 变成Floride 这样它们就会变成NaF的这一个孔号 就好像NaCl这样子 是一样的道理的 OK 所以 这个呢就是 呃 有一个总结就是说 凡是丢电子的 多数都是 大部分都是金属 而且是小过少过4粒的话 OK 就是外层电子是1粒2粒3粒的 都是丢的 OK 4的话 半总结是不丢不吸 它是sharing的 过后会讲 OK 过后呢就567了 外层电子是567的话 就是要吸电子回来了 OK 所以这个就大家先消化一下 后面这些全部都一样的 看外层电子 记得外层电子123的话是丢的 外层电子是567的话 是要吸电子的 OK 消化一下我们下一个video 再见